嗨 我是洪晨 他是大臉晨 我是小沛 今天又是生活廢片 洪晨要陪我回台南 我是台南人 回台南 很像一家 开心 已经 两个月好像没有回家了 因为都没有假 路途遥远 所以要先买杯饮料先 大口两天 你是不是饮料 买饮料的大渡男回来啰 买什么9453 最喜欢喝茶馍的 青梅青 你知道 这样一杯多少钱吗 用环保杯才31块 原价35 环保杯减4块钱 没有帮他打广告的意思 但是真的很划算 环保杯还不是老婆买给你的 爽啦 你看又环保又省钱是不是 那我们准备上路咯 好咯 我们一瞬间到台南咯 我们现在来逛一下夹乐府 因为我丈母娘她们很爱看韩剧 然后她们看到韩剧都在喝烧酒 然后她们说她们没喝过烧酒 所以我们来买烧酒给她们喝 走 环保丽 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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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半也太贵了吧 韩国超便宜的呢 这一瓶要172元我搞错 鲜鹿的 青葡萄 所以卖超贵的啊 超贵 我要学她们转一个 太大瓶我转不起来了 我们忙回家咯 然后我们打算试喝两种 大家网上最常推荐的喝法 一个就是烧啤 不是烧酒叫啤酒 一个就是烧酒加雪碧 雪碧的好像比较好喝 先喝烧啤 那比例怎么调 现在没有个比例 我知道雪碧这个好像是说 1比1吧 这个好像是一杯烧酒 然后啤酒好像就大约 我先倒一下 再看看 新葡萄 很香很香 一杯 倒进去 把我先倒一点原味的你喝看看 现在喝酒要 最问酒加何处咬 木头咬紫杏花痴 有苹果的味道 这是葡萄啦 葡萄 葡萄美酒夜光杯 那个有一点酸酸的 甜甜的酒的味道 不错哦 我觉得不错哦 好喝哦 那我也喝一口 韩果要这样 青葡萄 都很 那我就是倒一杯之后 再倒差不多 快一半左右吧 每个酒都不会倒 大概这样吧 然后搓搓搓 好爸爸你喝喝看 他吃喝 吃喝吗 刚刚那个韩果烧酒比较好喝 你味的就好喝 我觉得这个加了烧酒以后 比较没有啤酒的苦味 啤酒的苦味就没有了 我就比较好喝 我以为那是香菜酒 不是 那只是霸 雪碧的话大家说是喝 1比1 好 喝 你看看 这个一定很甜啊 比刚刚烧皮好喝 真的 就是长辈加上 平常可能会喝点小酒 他比较喜欢酒味重的 因为雪碧加烧酒 也是酒味会比较重 就是年轻一点的人 可能会比较喜欢烧皮 结论就是 果然长辈跟年轻人的口味不一样 我们喜欢比较没有酒味的 喝一喝就要 准备睡觉咯 看车不喝酒喝就不开车 大家晚安 拜拜